影片開始前 要跟各位說個好消息 就是我們的頻道會員開始啦 一共分為三種規格 每個月只要45人台幣就能享有各種會員福利 有想支持本頻道的歡迎點選下方連結 或是到我的頻道首頁點選加入 查看更多會員福利 整片開始 哈囉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白神 今天這片沒意外會是2023的最後一支影片 在這邊先祝各位新年快樂 那由於本週X動畫停播 所以我們就來補一下上次沒做的第11集 還沒看過1到10或12集的可以點右上角資訊卡看一下 那麼我們正式開始 由於人格假面對在第一層樓拿下優異的成績 因此得到了上升樓層的機會 他們必須通過世界陀螺管理機構B4的職業陀螺手 卡多巴的測驗 測驗內容是全員都要跟卡多巴對戰 並且撐過30秒 他所使用的陀螺為持久型的飛龍懸疑 第一位挑戰者是巴德 也是對裡唯一的不定因素 起初巴德想讓惡魔鎖鏈保持防禦通關 不料下場後僅僅過了6秒 就被對方暴力的挑戰失敗 為了讓隊伍能成功晉升到2樓 明子特別為巴德準備了一份特訓菜單 此外為了不讓巴德過度依賴隊友 大家也讓他獨自到遠離市區的地方特訓 不過X也偷偷跟上了啦 剛開始巴德還很認真地做了各種體能訓練 但在X的瘋狂干擾下 還是進行了陀螺對戰 毫不意外的直到競技場修館 巴德一場都沒有贏過 因此他也對自己的努力產生了些許懷疑 一轉眼就到了隔日 兩人對戰也將繼續進行 比了幾場後 巴德想起特訓項目 但X卻把清單搶去 並折成紙飛機射出 之後到處應該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會比較開心的理念 接著便繼續展開對戰 兩人就將一路從清晨打到晚上 此時X注意到巴德沮喪的表情 隨口問了句 巴德你不開心嗎? 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後 X就將發射器丟在一旁 並表示陀螺說到底就是個遊戲 不喜歡的話就放棄 喜歡的時候再玩就好了 但應該沒有比陀螺更好玩的遊戲了 沉思片刻後 巴德重新燃起鬥志 兩人準備再次對戰 露營特訓結束後 人格假面二度接受卡多巴爾試驗 四次一樣由巴德打頭陣 但在氣勢上已經和先前截然不同 3 2 1 GO 咻 本次對戰巴德的策略和上次做出改變 不是一昧的躲避防禦 而是選擇主動朝對手進攻 在特訓人期間巴德領悟到 自己因為X和馬路奇太過耀眼 在不知不覺中就萌生了自己 一定要變得像他們一樣的想法 但陀螺是自由的 不必變得和誰一樣 只要開心並且貫徹自我就可以了 隨即惡魔手鍊泛起粉色光芒 一位赤面的骷髏惡魔被召喚出來 鎖鏈爆破 一條條鎖鏈慢慢將飛鴻鎖定在場中壓 並一擊將其撞飛 但對手畢竟是身為B4的實力派選手 這樣的招數依舊無法得勝 飛鴻立即嵌上衝擊吊鎖 一頭青色的雙足飛鴻自綠光中飛出 並以擊飛拿下勝利 看到這樣的結果 巴德感到無比不甘於自責 在一旁的馬路奇指了指前方的畫面 計17的數字早已歸零 這也意味著巴德已經通過了考驗 接下來兩位自然是輕鬆通關 馬路奇利用精準的射擊力道 在完全不與對手接觸的情況下拿下迴轉勝利 X則是直接正面對空 即使卡多巴已經拿出真本事 還是兩秒就被擊飛出界 因為全員的通過考驗 整個假面對確定健身更高的樓層 最好順利的一位 最好下課